這個就是我們一路走來跟雙聯一起做 就從1997年就開始做的第一期 第一期是這一期 二期 二期 然後到三期 那他們總共有四百多床 四百七十幾床 有一千多個人在排隊 所以要進去蠻困難的 那主要就是他做的蠻好的 那之前有幾位學長有去參觀過 我們第一期的時候做了一個是安養養護 最有效率 就是也有健康的 也有養護床 那是一個L型 因為東北季風正好是這個方向 又在海邊 所以先把風擋下來 第二期就完全做安養 第三期他們想了很久 就是因為他們是慈善機構 他覺得他做的跟別人不一樣 如果再繼續做安養 別人也可以做得很好 他已經有做了典範 所以他們做失智 是全國第一個失智的東西 那失智是很不容易做 很不好做 他們到現在已經兩年了 就有三位明星的照護人被打成重傷 那也是很現實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失智的長者 就是看你不小心蹲下去的時候 他就會用一個很重的東西就 他也沒有一個意思 就幫你打 那我們也去參訪過很多次 他們也要特別照顧 就是說他在某一段時間 他就開始很緊張很急狀 是自己的長者 他可能年輕的時候 早上要去送小孩 中午要回家吃東西送便當或什麼 他那個時候就很緊張 當然我問過開門校剛剛說 有沒有那種跑三點半的 現在還繼續在跑三點半 但是這個不是笑話 這個是很務實很務實 有些吃飯就一直吃一直吃 你就只要擋著他 然後大家都吃完了給他 然後看到別人沒有在吃東西 他就好 所以這個也很辛苦 然後我們也做一個教堂 可以讓他一些心靈上的一些虎位 那對長者是很大很大的幫助 那這個就是整個 因為我們潘先也是一個 謙准的基督徒 所以他用擴張帳目 然後當他曼子那個聖經理的畫 去做一個設計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偶像劇 去拆戲的地方 那所以 雙年他不只是做這個事情而已 他們把甚至於這個獅子底下 做一些教學研究長期的 然後把幼稚園這些帶進來 社區整個附近的三支的幼稚園 就老了跟少了 我們大家常講 你年紀越大就會回到小時候 所以其實在一起是很棒的 那這個是我們在張基路中做的 它是很大的一塊地 大概二十公頃這麼大 它有一個慢性的醫院 有一個教堂 然後這是醫療的中心 因為它有很多深山的醫院 然後到雅籍性的照顧 就是出院以後 短暫的在這邊 好像癌症 或什麼在那幾個月 康復 然後到這邊有康復之家 對外的 護理之家 就剛好講 差三管性切弱 獅子我們通常因為它 很容易走失或什麼 我們會比較在一個 可以看得到綠色 也比較偏僻的一個地方 獨立的一個地方